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變動超級競賽第五輪的賽事 今天是雙編題 編題為隔方發展人宇宙是人類之福 月方發展人宇宙是人類之和 由隔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對月方性難學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園 隔方主辯 舒奧神同學 隔方第一副辯王二麗同學 隔方第二副辯龍子恩同學 隔方的傑辯壽樂師同學 去到月方的主辯林思琦同學 月方第一副辯洪曉俊同學 月方第二副辯龍子恩同學 月方第二副辯梁祥銘同學 月方一副辯辯論老師 陳其康老師 家樂薩書面中文辯論隊教練 葉曉彤小姐 現在呢,本場比賽會分為主變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變等六個環節,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4.334,每個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而時間到則有兩丁提示,叮,而過時15秒就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 介紹本人將打斷變元的發言並且提醒評判她扣分,詳細賽歸早前已經發佈給各參賽學校,想問一下雙方主變對於比賽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比賽正式開始,現在先請各方主變發言,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開箱鏡頭試驗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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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聽到的 可以 定 是,元宇宙也不再只是空想 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範疇都開始應用元宇宙的概念 例如娛樂方面,玩家可以在動物森友會中打造屬於自己的虛擬島嶼,並與其他玩家交流 而不同的科技公司更加著手發展元宇宙,希望探索更多可能性,改變人類生活 例如面書,希望在5年內轉型為一間元宇宙公司 面書的執行長祖克魄就指出,希望透過元宇宙,打破現實世界規則和物理限制 打造共享沉浸式體驗,為用戶提供不同範疇的服務 因此,衡量變體準則就在於發展元宇宙能否長遠地改善人類生活 我方認為發展元宇宙為人類之福,原因有二 第一,打破現實局限,探索更多可能 在現實世界,即使現在科技發達,人類的生活依然被各種現實條件限制 然而,當元宇宙逐漸發展成熟,我們就能夠做到因為被現實局限而難以做到的事 探索更多可能性 以社交為例,基於現實的種種限制 有時候我們只能夠在方便和實體交流的好處之間取捨 選擇不及現實增設的線上交流 然而,在元宇宙平台VRChat中,用戶可以透過象徵度高的虛擬場景 與世界各地的人探索虛擬世界,滿足社交需求 在現實中,我們不可能可以實時與不同地方的人溝通 但在元宇宙中,我們可以打破現實的規限 再以疫情下的教育為例 韓國LG化學在元宇宙設置教學中心 透過非接觸式的教育新計劃進行新人訓練 提升員工的參與度 彌補疫情下無法舉辦實體活動的不足 由此可見,發展元宇宙能夠打破現實限制 令人類活動有更多可能性,更方便和更高效率 第二,提升現有技術,改善人類生活 在現實世界裏面,人類的技術發展往往被現實因素限制 然而,在元宇宙裏面,我們就能夠突破現有的發展限制 以汽車工廠為例,Anphidia利用元宇宙Omniverse建立虛擬汽車工廠 本來現實測試項目需要耗費大量資源成本 然而,在元宇宙預先模擬測試,就可以減少資源浪費 節省數百億美元的成本 員工也不再需要奔波各地 令產線規劃效率提升30% 另一方面,元宇宙能夠為人類技術發展提供更多更好的選擇 再以醫療為例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基分校的研究發現 元宇宙的虛擬環境有助緩解抑鬱症患者的焦慮和痛苦 以元宇宙的Peers計劃為例 一般治療更加方便之餘 亦能夠透過生物識別技術 盡早檢視並緩解患者的負面情緒 緩解自閉症而同的症狀 由此可見,元宇宙能夠提升現有技術,改善人類生活 最後想問友方 當我們見到元宇宙正向著好的趨勢發展 友方在元宇宙發展初期 就斷定發展元宇宙為人類之禍 那麼在友方的立場之下 有什麼是應該呢? 多謝各位 剛才夾方主變的發言時間為4分02秒 無超事無需扣分 現在請月方主變 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開向鏡頭 請求示意 有4分鐘 有4分鐘 請求示意 請求示意 聽到嗎? 是清晰的 主席评判序作角,大家好,今天有方跟我们说,元宇宙可以推动医疗发展,缓解到抑鬱症,但非元宇宙的虚拟实际技术,其实同样都可以做到,元宇宙根本是没必要的,例如2020年6月,台湾永文总医院以虚拟实际的技术,创建了虚拟手术室与改善手术的技巧,推动医疗发展, 2021年12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样都以虚拟实际的技术,创建了虚拟手术室进行培训,推动医疗发展,究竟元宇宙额外做了些什么呢? 所以要衡量变题成立与否,就要审视发展元宇宙,会否令现实世界发展停滞,以及导致严重私隱问题令社会大乱。 而我方反对变题原应有意,第一,忽略现实世界,导致发展停滞,因时人类必须在现实世界处理几大问题, 一,发展医疗,延续寿命,二,应对全球暖化,避免水平面上升, 发展人一死,地球一覆没,亦无法在元宇宙继续生活,所以元宇宙下现实世界仍然是主族, 而过往的虚拟平台并不能一个平台应付日常所需,并且各功能的平台并非互通, 在各个平台下,你都要以一个新角色生活,所以你在一个游戏平台赚取到的名誉, 奖金无法带到社交平台你另外一个角色上面,如果你想完全生活在虚拟世界, 唯有在各个平台重新构建生活,倒不如在现实世界一个角色应付日常所需, 所以不会严重沉迷,但元宇宙不同,它一个平台就能够应付日常所需, 并且可以以一个虚拟角色就完成日常所需,取代现实生活,以严重沉迷,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更加指出, 元宇宙发展初期,即是未来5年,人类已经每日有15个钟沉迷在虚拟世界,忽略现实, 戒时,人类为了医病,应对全球暖化,出回主族的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发展已经停滞,经济、文化发展停摆,医疗发展维持现状, 令死亡率高企,所以连人工智能公司Unanimous AI都指出, 元宇宙会导致严重沉迷,令现实世界发展停滞, 询问尤方,是否现实世界经济消退、文化倒退都没问题呢? 第二,加剧私隐问题,导致社会大乱,在元宇宙下, 将会以虚拟实境的设备收集你面部表情、行为模式的数据, 从而在虚拟实境情理真实的行为, 然而就会出现严重的私隐泄漏银机, 而未来发展元宇宙的公司早有先例, 在2021年4月,未来元宇宙发展公司Meta就泄漏了5.31个用户的资料, 约完元宇宙下,用户的数据同样被泄漏, 客客大可以将你面部表情、行为模式的数据输入至人工智能, 在虚拟世界中模仿你,以你的身份生活,他大可以模仿你犯法, 也可以模仿国家元首,散布不识知识,导致社会大乱, 所以而这些情况其实不是危言耸听的, 人工智能活面正正就是一个先例, 客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摄取影片中你的样貌、行为等等数据, 换上其他影片上,以你的身份为所欲为, 就正如2022年3月,客客以人工智能活面技术, 获得乌克兰总统扎连司机的样貌数据, 换上一条假的影片上,以他的身份, 叫乌克兰士兵投降,引起社会大乱, 而当元宇宙同样都是用你面部特征的数据, 以你的身份为所欲为, 和人工智能活面的私隐问题一样严重, 是不是你乐见呢? 总会议员,发展元宇宙, 将会令你现实世界,谢谢各位! 月方的主编发言时间为4分04秒, 无消息无需扣分, 现在是台商发问环节, 先请甲方派出位台商变员向月方主编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月方主编会有一分钟作准备, 再有一分钟时间回答, 请对错商帮留意, 准备提问和回答的时间都一样, 在限时前15号会有一丁提示, 定, 而在时间到就有两丁提示, 定,定, 到时就到月方派出位台上的变员向隔方的主编提问, 现在先请, 再稳定, 都麻烦和朋友留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粤方分数第一个发电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个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请甲方排出位台商的便宜发问, 有一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演, 现在月方主编有的高速镜头, 現在有請駕方派出位台上邊緣去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不好意思 Mike 是,清晰的 懷疑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便一出來問我們 醫療方面元宇宙還做了些什麼? 很簡單跟你說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推出了首個元宇宙醫院 透過向就診者提供了AI的設備 給諮詳質、門診、各科室的相應醫生和醫護人員和患者接行 這種技術適合長期臥床患者 即使失去活動的神經或能力 腦袋依舊能夠運作 患者都能夠在虛擬醫院就醫 更可以在虛擬世界探訪自己的家人 所以想問有方台的是 除了元宇宙之外 有什麼其他方法能夠讓這些長期臥床病患 四周圍活動身體呢?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對於人類來說 元宇宙是福福提禍呢? 各位 現在到月方的主便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一分鐘 進去 與 之 一 都 不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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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到 可能你要大聲一點 再試一試麻煩你 請問聽不聽到 現在清晰了,謝謝 主席,可以 大家好,今天有方問我們 醫療其實元宇宙都有進行一些 推到一些科技的發展 但我剛剛不是跟你說了 其實VR技術同樣都可以達到 有方你剛剛所說的東西 2012年6月台灣永民總醫院 以虛擬實境的技術創建了虛擬手術室 以改善手術技巧推動醫療發展 其次的就是 如果有方說到 元宇宙真的這麼好可以推動到醫療發展 那為什麼美國資訊分析公司TaiBio 2012年5月的數據都指出 高達77%的人 因為元宇宙會對社會帶來嚴重影響呢 再者的是 如果有方沒有回答過 其次元宇宙客能夠真 如果真的可以推動到 當醫療發展令人沉迷的時候 人類忽略了其他的發展 不是對人類之禍嗎 謝謝各位 現在去到月方提問 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上 免許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開向鏡頭示意 現在是輪到月方去進行提問的 謝謝 謝謝 声咪声咪听得清不清 是清楚的 谢谢 那如果你着病可以 好 主持评判着说大家好 有封说 言语就可以提升研究技术 改善于现实生活 举出什么例子呢 就是透过言语就会 医治一些心理疾病的抑郭症 但事实上 艾米利大学副教授安德鲁指出 用VR技术治疗心理疾病 和普通治疗方法的食法差不多 甚至就是伦敦大学 学院研究员 羅杰都指出用VR技術治療心理疾病不是解決方法 所以你所說是解決不了一些心理疾病的 其次就是在元宇宙底下能夠應付到日常生活所需 人們沉迷反而有機會忽略現實世界的波日學發展 和你所說的現實的發展 例如根據中國數據分析中心艾莫數據中心2021年的數據 七成人認為元宇宙會導致嚴重沉迷 當人類沉迷在元宇宙的時候 是不是還真的會好像你所說 繼續去改善現實生活呢 若然你說到元宇宙這麼好的時候 在美國資訊分析公司資料2022年5月的數據 接觸高達七成七人反對元宇宙 說會為社會帶來嚴重的影響 多謝各位 叮叮 現在去到甲方署邊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叮 於是 阿楓踢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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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教科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作答時間,準備好開箱鏡頭攝影。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請問聽得清楚嗎? 可能要大聲一點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請問聽得清楚嗎? 是,清晰的,謝謝 如果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嗎? 定 我朋友今天就跟我方說 原來那些人認為原語就是會沉迷 所以就不應該繼續發展了 但是其實手機、互聯網這些很多東西 那些人都覺得會沉迷的 但是那些人又是照用、照發展 如果按照有關這個邏輯 那很多東西都會沉迷的時候 那是不是那些所有東西都不應該發展 包括電話、互聯網這些人類有利的 都不應該發展呢? 加上其實 其實 有方今天一直跟我說 醫療方面這些事情 可以做到 但是其實原語就是不只發展 醫療這個方面 我們是看到它在社交、教育這些方面 全部都有利的 那究竟有什麼 廢署是沒有辦法解決 並且可以蓋過這些所有利署的呢? 請有方同學舉出例子並且論證 最後請有方同學不要迴避 有方問題 我再問你一次 究竟在有方這個 基本下有什麼是應該發展的? 多謝各位 台上的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隔方第一負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海響鏡頭示宴 現在有請隔方第一負面發言 現在有請隔方第一負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你準備好可以出來 以及向鏡頭示宴 请不客氣 起咪 清晰的 可以 定 再問, 各位大家好 我們可以由三方面拆解 由方主線 先來看由方的標準 其實由方跟我們講完 原宇宙實在沒什麼用 因為現在VR的技術 已經可以達到這些醫療的程度 因為有這些驅儀的實驗所 但是我不過不明白了 VR的技術就是正正原宇宙一環 现在元宇宙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只是元宇宙的初营,正正就是这些VR和AR的技术 所以今天有方不可以跟我们说这些VR技术已经做到,就等于元宇宙无效了 再说,有方跟我们说,元宇宙会沉迷就等于是我了 但有方不明白了,其实有方对于人类之后的标准太低了 说世界上所有东西发展的时候都有好有,是不是就等于是我呢? 今天在说互联网,我说工作,我说读书,我都可能会沉迷,是不是又是我又不应该发展呢? 所以在有方立场底下究竟有些什么是称得上是人类之福的呢? 然后有方跟我们说,原来呢,那些,我们再来看有方的两个论点 有方论点一就跟我们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元宇宙,就会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发展 但我方不明白了,为什么发展元宇宙的时候,现实发展就会被抛低,就会被落后呢? 但影响了多少,究竟影响了什么呢?有方需要解释 因为元宇宙只是给多了一个选择,我们去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说有人想留在现实发展,就留在现实发展 有人想在元宇宙发展,在元宇宙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一个尼处呢? 正如我方转眼所说,元宇宙是一个更折散,成本,更有效率的地方 给我们发展现实的技术 就像清华大学的元宇宙文化实验课那样 他们都是用元宇宙的技术去研究现实中的媒体公司 才可以怎样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 讲元宇宙的这些技术,最终都是投落到现实生活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帮助现实社会进步呢? 再来看有方的第二个论点,他跟我们说 原来做了元宇宙之后会加剧这些私人的问题 因为原来Meta公司都已经有这些个人资料泄漏的先例 但我方不明白了,原来今天Meta 根本就不是用去中心化的模式的时候 元宇宙是用去中心化的这个特点的时候 就不可以这样类比,再来说原来这些资料泄漏 其实现实也会有的,我们今天用WhatsApp 我们今天用Instagram 这些社交媒体都会收集我们的资料 甚至原来银行,我们都会给一些身份最好码人家 那是不是我们又不应该发展它 又不应该给一些资料保护自己才最安全呢? 甚至说是我们资料外资的问题 我们可以特定立法例去解决的 从来呢? 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担心有这些问题 就直接停了发展它 最后我们来看基本部 看看何为人类之福,人类之禍 今天说禍是要毁灭性 而且会令人类的文明倒退,无法阻止 但是今天有方说出的例子和我们说什么? 说会影响现实发展,会有些私隐问题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解决到的时候 那这些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说到是一个禍呢? 而我帮主电改出的企车工厂的例子 我帮台上问你的医疗例子 有方一个都没有回应过,我们就再看多一个了 原来元宇宙可以透过无疑真实的情况 根据普及永道会的公司报告 原来这些员工在元宇宙可以发展多4倍速度的时候 究竟是否一个福呢? 谢谢各位 隔方第一副便饭时间为3分11秒 不好意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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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刚刚隔方一副是否讲话? 我们听到sorry 主席没有留意到 想问评判会不会都听到? 谢谢主席 嗯 是 我是不是很留意到的 跟主席一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主席一样都是不是很留意到的 我在记录数据 没有留意到 我不排除有也都不排除没有 不好意思 我这边都好像没有听到有讲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可能都是交由去评判去决定是否要进行扣分 那会不会对赛双方和评判都同意这个安排? 月方可宜 谢谢主席 我想查评一下 说了没有申报的外语的扣分程序 或者那个分数是扣多少 有没有一个指引的? 就是评判在一至五分里面去选择扣不扣 但是譬如说如果评判你刚刚都听不到有外语的话 那你都可以选择是否扣分 明白明白 那我相信我会有这个先例 我会非常留意双方 有没有讲例子以外的外语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评判 那想问一下 甲方那边是否都同意这个安排? 好,谢谢 那接着到月方的第一副片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你准备很开向镜头示异 你准备很开向镜头示异 你准备很开向镜头示异 看我们看看是否清楚 是清晰的 可以 主席判长我感觉很好 是元宇宙技術 但事实上不是 因为中国安信证券元宇宙研究与指出 元宇宙的特质就是一个平台可以应付日常所需 但虚拟实景并不能一个平台应付日常所需 例如你一个虚拟的手术室 你不能够回东 不能够社交 不能够娱乐 虽然不是元宇宙 德国元宇宙开发公司 Gamescom Group 都跟你说虚拟实景不能够应付日常所需 虽然不是元宇宙 美国元宇宙研究公司 都跟你说虚拟实景根本就不是元宇宙 所以当我看见虚拟实景不等于是元宇宙 正正见到你元宇宙的利处 在虚拟实景都同样做到 针对你论点一手说 突破局限 你说有一个VR tag 可以在虚拟世界随便探索 但16年中大用了虚拟实景 模拟了海外的极地环境 带了一些学生去考察的时候 已经可以在虚拟世界探索 甚至就是说有一些真人训练 但原来香港网上学习触平台 同样以一个虚拟技术 创建了一些实验室 令到学生可以了解心座 发学品推动科学发展 甚至就是说 疫情底下难度就没有真人训练吗 那同学你辩论了 又不是又是真人训练中 甚至就是说 所以原宇宙可以提供一个沉顿式的 善上交流来提升效率 但虚拟实景一样做到 用了虚拟实景 提供了一个沉须式的会议 所以原来你所说的所有东西 原宇的虚拟实景 全部都做到的时候 原宇宙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再看第三点 有论点一的时候 可以突破一些技术上的限制 原宇宙可以帮助一些抑鬱症的病人 重新脱离它们的痛苦 但你看清楚 为什么抑鬱症可以脱离它们的痛苦 是因为它是透过模拟场景 现在你看到虚拟实景 原来又可以模拟场景 但问题是 我刚刚才台上发问跟你说 艾密里大学副教授安德罗 原来用虚拟实景技术 治疗一些心理疾病 比普通治疗方法成效差不多 伦敦大学研究员罗杰跟你说 用虚拟实景技术治疗心理疾病 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所以重新经历事件 不代表可以舒服到心理创伤 原宇宙也不代表可以舒服到心理创伤 甚至就是原来跟你说 柳方的一副的时候 对我方的沉迷 你说什么呢 问我方 是不是手机互联网都会令人沉迷 是不是 这些都是 不是 因为这个是说 你手机互联网 不能够即时令你沉迷 因为它满足不了你的生活需求 你依然要在现实生活上赚钱的时候 你不会忽略现实世界 又为什么会沉迷呢 所以最后想问回有方同学 原来现在我们在说 社交媒体会杀取到你的面部表情 杀取到你的行为模式 这些数据 原来这个 再用人工智能会面技术 人工智能会面技术 被人禁止了的时候 原宇宙都可以做到 人工智能会面技术 为什么人工智能 原宇宙不应被禁止 我会在这一单位 刚才月方第一副便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到甲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视野 接下来到甲方 一溫增 接下来到甲方的大优猜 直到甲方的小費便 到甲方的小腿 此外进入甲方的大优导 此外进入甲方的小腿 之后当你在甲方的小腿 此外进入甲方的小腿 请参与用甲方的小腿 买到甲方的小腿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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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收得清楚 是 聽到的 清晰的 聽聽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聽 各位大家好 我幫一闊問你 是否什麼都不發展呢 最好友方台跟我們說 原來互聯網它不容易沉迷 因為它不會產生即時的沉迷 因此友方台完全不明白今天所說的 所交代的是什麼 因為現時也看不到原宇宙會產生即時的沉迷 友方今天也只是跟我們說 它能夠應付日常生活所需 因此友方台也沒有論證到原宇宙能夠產生即時的沉迷 可見友方台對於禍的標準是很低 所以才會說既然發展有問題 所以友方台今天就是在說 今天友方台的禍標準很低 因為它只是說它會產生即時的沉迷 但問題是友方台從來沒有論證到 究竟它怎樣產生即時的沉迷 但大家都知道的是 因為現時如果禍標準是這麼低 斬腳趾被拆除 人類就什麼都不發展 就最好在友方台的立場來說 所以友方台要論證禍 應該要說的是傷害人類 令到人類文明倒退的壞處 而友方台的質疑其實根本就不成了 因為可以由以後兩個角度去拆解 第一,有方台說會產生精神上的問題 他們會對他們的身體健康不好 因為他們會沉迷 或是他們的心理健康不好 但是問題是 今天可以看到的是 原來洛丁和特倫特大學網絡心理學研究小組組長 Dera Kuss 都表示 譬如屈症、精神病等等的心理健康問題 都能夠透過虛擬的環境 逐漸刺激去解決問題 而這個正正就是言語在其中一環 因為這樣才能夠產生互動 突破到他們本身的限制 但是虛擬現實的暴露連法 特別可以成為幫助受各種恐懼症影響的絕佳工具 因此在精神健康方面 原宇宙是能夠很大部分的幫助他們 同時之間的是 我當然也看到 原宇宙遠遠不止我剛才所說的虛擬環境這麼簡單 我立江大學心理學教授Nick Allen都說 被社會排斥或者不被環境所接受的年輕人 例如一些LGBT的人 他們就可以在原宇宙找到一個 完全大家都支持的一個環境 因為他們能夠去切換他們的身份 同時之間的是 他也能夠去真實這樣體驗 可能他今天是一個女兒身、男兒身的話 他就能夠照顧性別去看 而更重要的是 有方堂今天的論證 從來都是覺得原宇宙能夠應付由常生活所傷 但是有問題 原宇宙從來都不等於VR技術 因為今天所說的是 原來他是原宇宙的其中一環的時候 而且在發展初營的時候 有方堂的標準是這麼高 接著到結尾我們不妨來看看 究竟現實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 蘋果腐黑的總裁跟我們說 確定 不會有現實和虛擬世界 是完全有衝突的時候 所以見到的是 原宇宙能夠跟現實相負相成 得到一個位 學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到月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響鏡頭示意 師妹 師妹 請問 不好意思 有點回音 師妹 師妹 請問 聽得清楚 清晰 清晰的 可以 謝謝 主席 評判 盡頭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義父說什麼 他說因為VR技術 是元宇宙發展技術的環 所以VR技術就等於元宇宙技術 很簡單 現時加密貨幣的技術 同樣都是元宇宙發展技術的環 那是不是加密貨幣就等於元宇宙 不是 所以我方看到就是VR技術 根本就不是等於元宇宙技術 其次就是 今天有方說到使用去中心法 就能夠避免資料被洩漏 但我方看到事實上根本做不到 因為現時公司即使使用去中心法 用戶個人資料仍然會被洩漏 例如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中心法 使用去中心法系統 但是黑客在2019年 仍然能夠洩取超過6萬的用戶資料 甚至就是2021年6月 韓國加密貨幣交易中心 同樣都會用到去中心法技術 但是黑客都可以洩取到3萬有用戶資料的時候 你說到去中心法技術這麼有用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間公司使用去中心法 個人資料仍然被洩取 請有方解釋 甚至就是今天有方一位明顯立場倒退 因為一方面說到元宇宙不會令人沉迷 去中心法不會令資料洩漏 但其實他只會說 所有科技都是有好有壞的時候 你是不是其實阿馬太太承認了元宇宙 其實是他的壞處 是會令人沉迷 也都會令到資料被洩漏呢 甚至就是今天有方不斷提到 元宇宙可以解決一些抑鬱 可以幫助到抑鬱症的病人 首先我有一副舉出說法 一些元宇宙根本就幫助不到 一方沒有回應到 甚至就是元宇宙只會令到抑鬱症的病人 沉著在虛患的體驗裡面 令到他們更加難面對現實的局限 突破不了抑鬱症 正如羅茨大學教授恩斯卡都指出 元宇宙有美好生活 令到一些 因為對比到一些差的現實生活 做到更大的落差 這樣的時候 你想是不是受到抑鬱症的病人 本身已經很悲觀了 他還要更加自卑 這個就是你所說 可以幫助到病人 是人類之福呢 甚至就是 今天有方義父 不知道因無故 突然提到 元宇宙可以有些色情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提過 你跟我說到 其實現時手機 互聯網 通通都會令人沉迷 是不是虛而實 是不是 通通都不應該發展 但是很簡單 手機互聯網 不會即時 即時可以令你沉迷 但不能夠滿足到你的生活需求 你仍然要在現實生活賺錢 一胡說了 自然不會忽略現實世界 相反 你在元宇宙可以什麼都做了 你可以娛樂 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去旅行 滿足了你大部分的生活需求 令人沉迷 正如北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出 未來五年元宇宙發展初期 人類已經花費十五個鐘 在虛而世界 忽略現實的時候 未來元宇宙發展更加成熟 可能人類每天有二十幾個鐘 在元宇宙甚至更多 你怎麼避免他們忽略現實世界 怎麼做你所說 繼續發展到現實世界 最後舉比較元宇宙的禮拜 今天一故說了 你舉出元宇宙 可以做到一些突破局限的利處 VRAR已經做到 元宇宙極極力感上天花 相反元宇宙會令人類沉迷 忽略現實問題 甚至令黑客利用人工智能 模仿用家犯罪社會大亂 世界情勢不前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值得呢 多謝各位 月峰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無消息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的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要開啟鏡頭並測試麥 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現 試麥 試麥 清晰的 是有一分鐘的 是 可以 正 正 各位大家好 有方反駁 我方看出元宇宙可以應用於醫療 來夠改善人類生活的方法 就是說 VR同樣做到 但是有方不明白的是 VR和元宇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更重要的是 元宇宙被單純VR建立到虛擬熟景 元宇宙追求的是線上即時解決人類的問題 例如台灣明宇宙公司在今年7月 和日本同步連線 將二圍的斷層影像轉變成三圍的 區議實景影像組 同時同步研究 腦部的腫瘤狀況 因此要問問有方 既然有方同意VR的好處 而元宇宙可以做得 可以比VR做得更多更好 正如有方現副所說 未來元宇宙這個世界 不單止只有醫療這個領域 而是整個世界都可以重複解決問題 想問有方為何覺得似一彈的VR 體覆移了一陣好的元宇宙 就完全不得了 各位 現在月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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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月方排出一位便联作答 下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请月方排出一位 请月方排出一位 不是不是 是请月方排出一位 清晰的 可以 可以 丁 主持人的情况是最好的 好 今天有方说我方二父 我方二父说过 元宇宙什么都解决到 从来没有说过 第二点 元宇宙就当你真的什么都解决到 但不代表你在元宇宙解决到的问题 现实世界就会解决到你这些问题 第三点 有方智商矛盾 你那一父一开始第一句就说 VR正正就是元宇宙 刚才台下的时候又说 VR不等于元宇宙 所以你的立场下 VR究竟是等于元宇宙 还是不等于元宇宙 甚至就是 有方二父在那里说 我方呢 为什么要在发展初期 就在那里 断定元宇宙的 是缝定 很简单 正常在发展初期都已经见到 原来是有那么大闭柱的时候 正正就不应该发展 甚至就是了 最后跟你说 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跟你说 元宇宙发展初期 就会 人类就已经要用15小时 在元宇宙的时候 他已经忽略了现实世界的问题的时候 还怎么达到你所说 会解决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呢 词证 时间已足 现在有请月光去派出台下便员去发问 请便员开起镜头并试试音 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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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通都不是元宇宙平台 中国安信证券研究院指出 元宇宙的特质是一个平台 可以应付了日常所需 但你汽车上推出Omiverse的例子 只能应付汽车业 不能够社交,不能够娱乐 无法应付日常所需,不是元宇宙 你医联上推出阿拉伯在医院推出AR技术 但都只能应付医联发展 无法应付日常所需,不是元宇宙 所以德国元宇宙开发Games Conscript都指出 VR不能够应付日常所需 不是元宇宙的时候 若然你所说的VR技术是元宇宙 为什么VR推出了这么久 但德国元件企业 公司依然指出 大家暂时未有任何一个元宇宙在做的呢? 所以VR不是元宇宙 但元宇宙可以达到医疗教育发展 元宇宙是不是就无必要呢? 多谢大家 现在甲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由开始计时 出发型 不过 接着 温细 对 Tang TangTang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教方排出去為便宜去作答 示威 示威 是 清楚的 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很開箱的投射 可以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有光臺台下問我們說 VR和AR技術發展得這麼好 其實元宇宙是不是不需要發展呢 首先很簡單 送三個字給有光臺台不聆聽 我幫今天從來所說的虛擬VR和AR技術 都不是等於元宇宙 我幫一直所說的是 這個技術是元宇宙的一環 所以這個技術不完全等於元宇宙 因此有光臺台不要再跟我說這兩個技術是等於 也不需要再跟我說 它們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同時之間至於有光臺所說的 它們這麼好是否不需要發展呢 其實我幫台下已經跟我們說了 就是說元宇宙正正能夠做到互動 我們看看英國的例子 它能夠透過元宇宙的AR技術管理病患 處理所需 還有可以直接去測試它們感染病毒的時候 它可以測試它們如何感染病毒 或者是它們感染病毒 處理它們的需求 因此有光臺從來元宇宙都是一個更加高的 時間已到 現在請駕方派出第二位台下便員去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試麥 請問一下請問清楚 請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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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各位大家好 今天由峰說越越多最大的禍 就是會突示現實世界的問題 又跟我們說會傳達成淡化 但是爲什麽又不可以看成圓宇宙 令大家都不需要搭交通工具去到世界各地 去工作、旅遊、看醫生 譬如減低廢氣和其他泛排放 或者是透過圓宇宙模擬工廠的生產過程 減少當中製造的污染呢 所以要問有方現在現實的問題就是 人類發展過度令人類越來越辛苦 現在圓宇宙創造一個空間 讓人類在發展一同時可以避免破壞我們原本的世界 所以既然有方覺得破壞原本世界就是禍 可以現實繼續發展破壞多些 還是我們搬去CRED的世界發展對現實的破壞多些 多謝各位 現在月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謝謝 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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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排出位边缘作答, 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好开箱镜头示意。 叮,叮,叮, 清楚的? 可以。 叮。 再说, 好,有方问在现实世界人的破坏多些, 现在元宇宙人的破坏多些, 很简单, 元宇宙,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元宇宙开发商Rod Rocks指出, 元宇宙一大特质就是低延迟, 以免影响在虚拟世界的社交真实度, 而美国统计公司标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正正指出, 元宇宙要做到低延迟就有稳定的电力, 会主要用化石原料, 所以阿里沙马州大学教授难得你指出, 发展元宇宙会大幅增加化石原料使用量, 对环境产生极端负面影响, 比现在更加负面的时候, 现在会对环境更加好呢? 其次, 刚刚有方回答, 非常搞笑, 他说到, 其实虚拟世界都是元宇宙一环, 所以虚拟世界等于元宇宙, 很简单, 我对眼都是我身体一环, 那是不是我对眼的运作, 我对眼就等于是我整个身体的运作, 就完全等于呢? 所以我方见到, 虚拟世界已经是虚拟世界的运, 虚拟世界已经能够做到有所说的利率的时候, 宇宙没有较争利率, 为何还会是人类之福呢? 多谢各位, 正正, 现在到月方排出一位台下辩元法文, 请辩元开启镜头, 给测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楚的, 下一分钟,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面对沉闻问题或手机游戏都会令人沉迷, 但不是, 游戏平台上一个游戏平台不能够应付所有日常所需, 并且在平台之间是没有互通性, 你一个游戏平台建设的名誉和奖金不能够搬去其他社交平台的另一个角色上, 所以若然你想完全在手机生活的话, 就要在多个平台都重新构建生活, 那倒不如在一个现实世界上应付所有日常所需, 不会有沉迷, 其次, 有方针对私人问题说去中心化可以解释到, 但错, 去中心化就是说元宇宙的平台里面, 不会有一个科技公司可以控制社会规则, 而不关于储存资料, 所以这些资料仍然会储存在一个科技公司的技术中心里, 黑客仍然有机会可以蝕取到资料, 若然去中心化能够解决到蝕取问题的话, 2019年有用去中心化技术的Binense, 仍然有黑客蝕取了6万个资料, 为什么呢?多谢各位, 是, 只需要我们四个集使多点的答案, 不用试。 刚刚是否成功中学收音那部装置是未逝, 还是有回音的问题。 。 。 那现在到甲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算,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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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 如果跟我方說打機那些不叫沉迷 因為它不可以應付生活所需 但我方不明白 為什麼一定要滿足到生活所需才會沉迷呢? 現在打機沉迷的人是什麼? 他不是沉迷 他在裡面打 可能一天打十幾二十個小時 這些不是沉迷是什麼呢? 所以有方去跟我們說 究竟 為什麼一定要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才會導致沉迷呢? 甚至我們看到的原語 也不可以滿足所有的生活所需 我們今天吃東西去廁所 我們處理日常的生活所需 我們都是要出來現實世界 正如有方所說 我們一定要出來現實世界 所以我方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一定會沉迷 而有方說 原來科技中心儲存了很多的個人資料 就會被黑客入侵 同時會造成一些個人資料的外事 但我方不是跟你說了 原來我們今天可以用法律去推管的時候 所以有方跟我們說 究竟這些法律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透過法律這些解決方法去解決呢? 而有方跟我們說話 多謝各位 謝謝 現在台下的發問環節就結束了 現在進入結辯的準備時間 雙方的結辯有一分鐘作準備 現在會開始計時 請 請問甲方的後鏡頭是否斷了線 我們現在突然會接著 我們現在立刻黏回 不好意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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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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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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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互聯網可以帶來不同的改善和進步 人類依然勇敢突破以往的限制 最終成就今天互聯網的成功 其實有方也一樣 在原宇宙發展初期有很多不同疑慮 有方明白有方擔心 亦都認同問題要被解決 但發展初期本來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有方所擔心的問題 又是否真的那麼難解決呢? 你會見變的位置 不難發現有方發展了以下的幾個錯誤 首先第一有方立場退 有方主編的時候說 我方所說的原宇宙的好處 虛擬實境同樣能夠做到 所以發展原宇宙就沒有必要了 但正如我方所說 其實原宇宙不止精神健康和醫療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處 所以有方立場退了 承認原宇宙能夠錦上天花 所以有方也知道原宇宙可以改善人類生活 因此當我方的例子確立了 我們再來看有方擔心什麼 第一是私隱的問題 有方說加密貨幣也有私隱折漏 所以就算退中分化也沒有辦法規管 但今天加密貨幣的洩漏問題 是不是沒有辦法規管呢? 不是 看到的是美國、中國、歐盟、日本、南韓等等 都已經有加密貨幣的措施 能夠有效去規管加密貨幣的洩漏問題 再說我方說的是從來都不是有問題 就等於是人類之禍 而是看在發展的路上有沒有辦法 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去發揮這個宇宙的利處 因此我們看到原宇宙的應用中 杜拜、英國等等都已經監管了原宇宙的法律 而有方解釋不到的是為什麼法律不可以 作為監管的措施的時候 才有問題不足為禍 而再來的是有方很擔心會有沉迷的問題 覺得會有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會沉迷過 也有人沉迷之後分不清界線 但這些是因為不節制才引發 而並不是原宇宙本身發展的問題 而有方不能夠錯誤歸因 因為更不在於這件事 不在於原宇宙能不能夠應律 用落這個入常生活的關係 因此當我們看到發展趨勢 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 不能夠判定原宇宙是禍 而有方擔心因為沉迷問題 就會引發現實的發展落後 但是有方一會說的都是雙扑雙食 互互互互互互 現實的發展也不會滞後不止 還反而會因為原宇宙的發展 而更進一步的時候 有方也不需要擔心現實發展的問題 其實說到底有方 原宇宙的利處能夠逐步顯現 而有方擔心原宇宙的種種問題 也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並不是那麼難解決 因此發展原宇宙的路 或者同樣曲折 就通往的是人類更好的將來 在現實世界 人類已經發展了很多年 生活改善了很多 而有些限制始終難以打破 發展原宇宙是一個突破和進步的機會 大家都希望透過打破現實的限制 令人類的生活更加輕鬆更加便利 這個願望不是說說就算的 由三十年前出現在一本小說裡面 一個看似荒謬的概念 到今天原宇宙逐漸成為世界的新趨勢 或人類帶來不同的改善和進步 當年遙不可及的夢想已經被逐漸實現 有方今有為擔心私隱問題 擔心沉迷 又不敢繼續追夢 然而要勇敢 夢才可以繼續被延續 要突破 人類才可以繼續進步 因此我方放眼未來 亦都相信圓宇宙的夢想可以被實現 人類也可以變得更加幸福 多謝各位 最後方見面發言時間為三分五十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就暫告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去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是為了把握時間 都會在三位評判填到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為今場的比賽去做一些評語 如果評判完成了分子可以在訊欄或WhatsApp 去告知主席 謝謝 可能也麻煩對賽雙方去等幾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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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提提評判,最佳的辯論員是需要額外的評分的。 每個評判才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員,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次佳一位得20分,而月下一位得10分。 的確是最佳的評分。 的確是宜礙的,現在有請人同志。 或者先请陈其康老师去为这场比赛再评语 谢谢 好,谢谢你们主席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的,谢谢 我想说这场比赛是一场很高水平的比赛 特别想赚一赚双方的主辩和台上的问答都是很充实的资料 但偏偏这个资料到了月后场的资料量就跌跌 原因就是分了两个大的战场,直到很黎智地打了很久 先说第一个就是究竟元宇宙和AR、VR的关系是如何 我想就着我自己的评分掌识和聆听 我会倾向远方的说法 当然,VR不直接等于元宇宙 AR也不直接等于元宇宙 但是要建构一个元宇宙出来 必须用到以上两个技术 或者是其中一个方式 所以当越方越说得多是不同的时候 我就会期望越方给一个更清晰的关于元宇宙的定义 他告诉我,VR带来的好处是元宇宙带不了的 然后元宇宙只会带来一些祸害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真的不知道如何给越方这个定义的分数 因为很有趣,越方自己去到二户的时候 也有提过一个例子 如果你觉得VR和AR都是元宇宙,难道加密货币又是什么元宇宙 我就想了,如果我们在元宇宙当中生活的话 我们真的会用加密货币 我们不会拿回港币美元在元宇宙那里交易 那究竟是为什么不等于呢 还有更有趣的是 去中心化仍然会有个人私隐洩漏的问题 例如,因为越方的说法是这样 我希望我没有抄错 越方的二负说法就是 即使元宇宙有去中心化 但仍然会有私隐洩漏的问题 然后你就举例 例如,加密货币公司也有个人私隐洩漏的问题 即使你自己也接受了元宇宙的问题 是可以拿加密货币公司的例子 去做一个考验的 但是你的前提也是跟我说 加密货币不等于元宇宙 那究竟你是说加密货币有问题 还是想论证元宇宙有问题呢 所以如果越方没有办法 在这个定义上有一个很清晰的纳分 他会告诉我 为什么VR、AR和加密货币 是一定要角列地去看 而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要角列地去看 那元宇宙是什么呢 他怎么带来你的币处呢 即是如果他不是VR 那为什么会沉迷呢 我就不太听得明白 当然我觉得越方去到台下 有一个清晰一点的说法 就是因为元宇宙的意思就是 要将VR、AR或者是货币 完美地去融合 建构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宇宙 令到现实世界是消亡的 那才叫元宇宙 如果单一地在某些范畴应用 就不是元宇宙的定义了 我真是去到台下 才能听得出这个说法 因为你一条问得好 他问了第一条Q是问 如果只用在教育和医疗的话 那为什么要说到元宇宙这么大呢 为什么不只说那两方面的利处呢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我就给了高分别 但问题就是这个说法 我真的要去到那个位置才能听得出 当然甲方应付越方的定义 都是有点乏力的 因为你只能够不断强调 你不是在说同样东西 但是由于你都没有听得出 对方可能真正的用意在哪里 所以到我听到别人这样问 这条Q的时候 又变成是甲方有点失利了 因为甲方也是坚持 用前场的回应方法去做回应 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拉扯 因为甲方便会是前场得益 但是后场失利 那月方调转的时候 其实那个分数比例 就要看回台下的战比较高 还是台上的战比较高 第二个例子 就是究竟元宇宙的福和和的界线 在哪里了 今天甲方有一个说法 我也是觉得有点危险的 就是说电话互联网也会有人沉迷 有什么值得人们发展 这个似乎是甲方的强位 可能就是打算去封锁 就是打算吃了 那其实是有人沉迷的 那是不是有人沉迷就不去做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危险的地方 就是这边是不是说应不应该发展 是说发展了之后 会有福定祸 以及是不是人类的福 所以我比较期望就是甲方 真的就算你主便去开出来的那两个论点 去不断地塑造人类 是各个方面都能够得益 但是又是很可惜的 我真的只是听到医疗教育 但是去到Floa 才是听到有利的环境 因为消耗少一点资源 减少交通的排放 以及生活可以便利 其实这些应该再早一点去说 甚至我自己觉得 你本身也会有讲娱乐和交流 一开始你提及说冰那本小说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些不是一种提升呢 为什么不可以再说多一点呢 我觉得甲方也是 真的被粤方拘捕了去讨论 一些很技术细节的问题 令到中场真的很混贴 而粤方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 对于禍的问题 首先第一 既然你自己觉得VR和AR 是会令人沉迷的 那为什么你又觉得VR和AR 用在教育医疗就没有问题呢 一样都会有人沉迷 一样都会有个人消耗外舌 就是病人和医生用VR的技术 去做手术去问诊 一样都会有资料外舌 还有中国的七成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 圆宇宙并没有真正存在 现在只是在讲这个概念 那你用的资料究竟对应什么呢 中国又有个数据分析 就是说有七成人都觉得会沉迷 对不对 有七成人都会沉迷 然后美国又有77%的民众反对 那他们在反对什么呢 如果在反方的世界当中 在越方的世界当中 原宇宙根本未出现 又或者群众很难去区分 什么是原宇宙 什么是VR 什么是AR 那究竟他们在反对什么呢 我可能就真的需要听多一点 你的资料背后 其实他们在反对什么呢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反对 当这些所有的技术 集合在一起之后 那些东西 即是原宇宙 还是他们真的在反对 虚拟的实境呢 这个可能越方也要小心一点 至于还有一个小点 就是当甲方开始 开拓不同的幅 说到能源 那越方的反应也很快 因为他那条答辩 就立即回答 其实不是的 你依赖了原宇宙 你就要用电 那用电就化石燃料的使用量 必然上升 但我就很奇怪 就是当人类技术发展到 是可以 又有加密货币 又有VR 又有AR 但是为什么在电那里 都还是用化石燃料呢 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科技 是会进步 以及可以 厉害到可以发展一个原宇 就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都还是用化石燃料呢 这个是很不对称的 你正常科学家 他一定会想到他浪费 他不会真的 我这样说 虽然有点无奈 但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常理去理解 但是当然甲方 又没有这样去回答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主变真的开出来很漂亮的 所以我就是期望 大家都就着主变的框架 和完成度这么高的主线 可以继续推演下去 但是偏偏就是在中段 不断地在这些很小的位置 忽略了 大家其实也有更多论点 可以探讨 对甲方来说 对甲方来说 其实资料的深度 也是值得多说一些 说到一些人类有什么隐忧 群众有什么隐忧 政府有什么担心 我觉得如果在这些方面 可以多说一些 而不是停留在一些说法 以及一些很形式上 论点的争论的话 我会觉得是更加能够提升 那个精彩度的 大致上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给另外两位评判 谢谢主持人 感谢评判宝贵的意见 接着来会邀请领浊文先生 去韦音场的比赛 再有点评论 谢谢 你好 听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 好的 谢谢 我开心今场看到这场比赛了 我学一学上场的评判 其实我也准备过这一条辩题 自己打过这条辩题 很多资料我很开心 就是正反双方都会用到的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呢? 因为上一场我做讲评语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 含泪投票 今场我觉得是一个选择 选择变贏的选择 选择变贏的选择 因为两边的表现都很好 第一位评判 感谢第一位评判很仔细地说出 每一个辩元、位置 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听到就好像很多地方千瘡百孔 但我想帮大家补补血 补补一个自信心 其实双方都做得真的很好 主线制定到底故事背景 1992年来自雪崩这个概念 再去到不同的资讯 例如阿拉伯游掌国 他又怎么用技能、技术 台湾又怎么用 这些例子我听完都很开心 我会觉得双方都做足准备 好好了解了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而当大家都好好了解了之后 又有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双方的了解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第一位评判说得很对 就是去到后场交锋 对于定义上的不同的争论的时候 反方是处理得好些 而前场资讯量上正方处理得好些 所以我认同是前场的正方 后场就是阅方有一个优势 真的看比分的比例是如何編排 这场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比赛 我会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反方很辞出一些概念 例如元宇宙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要做到什么条件呢 就是要应付到日常生活所需 要有不同种类的东西可以在上面做 有互通性等等 我很诧异的是为什么后场才能听到呢 如果前场已经听到 而正方是维持回应得相对弱的状态 其实反方一早就已经奠定了性果 我不知道是否战术 因为是否定义立场会有漏洞 可能是战术安排 结果我去到后场的确有一个失望位 就是这个VR和Metaverse的分别到底是如何呢 到底正方会否可以反击到回应 告诉我呢 而这个期望就失望了 如果是战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评判或者作为一个观众 都会期望一个很高质素的比赛的时候 如果这些事情在前场出 然后正方又回应 那我相信这场的可观性又会再上一层楼了 那我的分享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感谢评判保卫意见 那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小童小姐 去为今场的比赛作评传 大家好 刚才那位评判所说的评语我都非常认可 或者我再补充了一点 我觉得今天如果正方不幸地落大的话 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自己其实不太听得清楚 究竟在你们眼中有元宇宙和没有元宇宙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例如你主边有讲到的例子 比如说韩国有新人的训练是用到 有新人的训练等等 那这些是没有元宇宙完全做不到 又或者有些位置我自己听到都挺奇怪的 就是比如你有说在现实生活里面 是没有可能做到即时的交流 那这个就和我理解的训练会有些不同 或者可能我们用电话聊天 或者Facetime 或者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做 其实也是一个即时上的交流 或者比如是 好像你们所说用Facetime 是否就不能够做到即时的交流 这些问题我自己都觉得 不是太听得清楚 所以我自己觉得今天 隔方可能用的例子上面 未必塑造到给我听的就是 究竟有元宇宙和没有元宇宙 对于我日常生活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而其次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 可能你们听对面的蜡烛 你们攻击对面的力度 可能不是太足够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未必太听得清楚对方的内容 那一部分可能是 譬如台上也有点过隔方 可能有少少打到错人的问题 其次就是譬如今天月科 非常之强调就是 今天隔方要提出一个额外的理处 希望去为你们增加你们的认证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今天月科提出来的问题 又是不是一个 元宇宙的额外带来的弊处 例如Point 2所说 一些私隐的问题 其实我听到 月科今天提出私隐的问题的 例子和说法 大部分都是建基于 我比较觉得像是一个 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私隐问题 例如你们所说 譬如那些资料都可以被人盗取 洩漏 这些其实是没有元宇宙 只是网络上世界 也会有这些私隐的问题 甚至乎譬如是 我忘记了哪个位置 好像是义父的位置 有尝试去再提出私隐的问题 例如是有说到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怎么都要去银行拿钱 但是如果在元宇宙内 我就可以用你的身体去银行拿钱 又或者是有了元宇宙的话 我就可以用你的身体去发布一些 虚解的信息 但是我会想的是 譬如我的IG币币被人盗取 我的Facebook币被人盗取 都一样可以被人 拿来发布一些虚解的信息 又或者是我的银行户口被盗取 都一样可以被人偷钱的时候 究竟在有元宇宙和没有元宇宙 最大带来的私隐问题是什么 我这部分就不要听得清楚 如果今天隔方可以就着 习方的论证的标准来攻击习方 我觉得可能 你们在场上打 都会打得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去到习方 我觉得今天如果习方不幸地落敗狗 可能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都同样地 就是我对于 你们觉得元宇宙和 VRAR的分别的立场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清楚 因为一方面你和我说是有分别的 例如元宇宙的不同 就是在于他能不能又应付到 日常所需 但是 但是 你们另一方面又和我说到 其实元宇宙做到的东西 VR通通都做得到 我会疑惑的就是 究竟在你们眼中 实质上元宇宙和VR 的分别是什么 就是分别不可以只是和我说 应不应付到日常所需 而是实质上做到 和做不到的东西在哪里 而其次就是 今天 如果你们所说 元宇宙要应付到日常所需 那究竟 分别是否最主要是 有没有交流的问题 又或者是 如何 而这些问题如何去带到 你们所说是人类的和 我觉得这方面都 不是太听得清楚 而其次去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沉迷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正如甲方所说 我对于元宇宙是否真的 会令人造成沉迷呢 这个说法非常有疑惑 尤其是去到月方 结变的时候提及到 元宇宙可以应付到 人类的基本需求 我理解的人类的基本需求 就是空气、水、食物和药光 这些通通 都暂时 我至少在这场比赛里 都听不出元宇宙如何 去满足我这些需求 所以 是不是真的你所说到 我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完全摒弃到现实生活呢 甚至 譬如你们前华有说到的是 需不需要上班啊 等等 其实在元宇宙里面 都需要上班 都可以去上班 或者是 如果我在元宇宙里面 我不知道那些钱是怎样来的 但会不会是 都是要在现实生活中 中赚到那些钱 然后将这些钱 再去购买元宇宙的钱 还是怎样呢 这一部分我都会想再听多一点 但我觉得这一部分 都不是最主要的内容 最主要是针对着沉迷的部分 是 是不是真的会沉迷到 忘记了世界的发展 因为你们主便 推出来跟我说 说现实世界中最大的问题 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医疗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医疗上就是 我不会因为元宇宙医了病 我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医的 譬如我现实生活中 我有心脏病 我有肺炎 那我都要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都要去做通波仔 或者我要去打针 所以这一部分 是不是有了元宇宙 就会完全放弃了 现实生活的医疗发展呢 这一部分我也是非常存疑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 全球暖化 但是全球暖化 这件事是 解决的人 会是科学家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但是你们所说 今天说沉迷在元宇宙的人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些人 我反而觉得 我听的时候就像是 一些平常的 譬如你和我 就会沉迷在元宇宙里面 去逛街逛街 看电影 但是这些科学家 是不是真的会 完全摒弃了现实生活的发展 然后把这个发展的重心 完全搬去元宇宙呢 这一部分也不太听得清楚 甚至我好像也不太听得出 这一方面的说法 我最多就是听到 有很多人说会沉迷 然后会放弃现实生活 但是放弃现实生活 和放弃现实生活 和放弃现实生活的发展 是两样截然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一部分 可能都要小心一点 去到最后的就是 对于越方 究竟觉得现在元宇宙 有没有发展中 我这一部分都听得不太清楚 例如去到 越方台下的时候 有提及过 其实现实是未有元宇宙的 我会疑惑的就是 你全场跟我说 你point2说 不知三亿 又五亿人的资料 被人导用了 究竟这些是否 通通都不是源于元宇宙 而是单纯源于这个网络世界 所以就是 我自己觉得 可能如果今天 反方不幸立大狗 就是这三点 交代得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好 感谢评判的建议 现在可能要再等一两分钟 会再确认回 最终的赛果 然后会再作宣布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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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宣布赛果之前 会为大家公布了本场的最佳辩论员 奖学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为 正方的主辩 舒奥神同学 即甲方出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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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变题为双变题 甲方发展苑宇宙是人类之福 月方發展力圓宇宙是人類之王 由甲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對月方性能學中學 甲方得票為一票 月方得票為兩票 賽果為一比二 由月方勝出 恭喜